另外一項運動的是 為了推廣籃球運動 同時也鼓勵更多人來參加 中圍鄉公所舉辦三對三籃球比賽 邀請學生還有社會團體來參加 藉此切磋球技也挑選優秀的人才 畫面中這組比賽 有一隊雖然身高較弱勢 不過積極奮戰的精神卻令人感佩 就算最後輸球 他們還是覺得籃球很好玩 像剛才這場比賽給你有什麼樣的感受 是 他們比較高 可是我們已經很努力了 本來就知道可能會輸對不對 對 可是你們怎麼打 很認真 打下來感覺怎麼樣 開心嗎 好玩 很開心 中圍公所表示 因為少此話的關係 想要舉辦正規籃球賽 往往人數不足或是球隊太少 所以透過這種三對三比賽 也能達到推廣運動的目的 相對引起大家參與興趣 比較好找人 比較好找人 也比較好打 打全場跟打三對三有差在哪邊 全場是要跑比較遠 然後三對三是跑 只要跑半場就好 而且三對三比較容易就可以揪團 就馬上可以打 對 所以我們透過三對三的比賽 增加我們小朋友 美國學校的聯誼 提高小朋友對籃球的信心 也可以鍛鍊你的身體 所以球隊 就是因為我們人數比較少 所以沒辦法組成一個球隊 那我們透過三對三 美國學校的球隊來參加我們 眾為鄉長輩這個三對三籃球比賽 除了學生報名 老師 校長甚至連家長會長協會 也來報名 目的就是希望推廣正當的健康運動 那協會這邊呢 今年也組隊來參加 那最主要的目的呢 也是能夠 跟這些小朋友 大家一起 來共襄勝局 那也 協會這邊也長期呢 也跟學校做一個密切的配合 所以說第三對三 這個運動 我們也大力的來推廣 今年共有二十六隊參與 一百多位學生 老師 家長來參加 宜蘭兄記者張麗玲 採訪報導